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把运算好的数据存到文件里保存 这样就会用到文件读写操作 我们调用Pico文模块实现 如果把一个叫做GameData的变量写到SealData文件 我们要做三件事 开 存 关 首先新建文件变量等于Open存到哪个文件与写的形式 然后用Pico.dump把GameData这个变量写入文件变量 最后关闭文件变量 这样GameData的内容就写入了当前目录下的SealData Data文件 我们把Seal.data文件读出来 新建文件变量 叫做LoadFail 打开Seal.data以读的形式 把文件变量的内容 Load到LoadGameData中 关闭文件变量 这样 Seal.data文件里的内容就被读到了LoadGameData中 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先以PortPico模块 新建一个字点 GameData等于 空间的内容 位置是N2 E3 口袋中有钥匙和小刀 前有160 SaveFail等于 open存到当前目录的 Save.data文件中 以写二斤制的形式来打开文件件 来打开文件 pico.data.data.data p Cathy.data 把GameData的内容 写入SealFail 关闭CFL 退出Python解释器 用Exit 括号 列出当前路径的文件 发现 多了C5.data文件 为我们进去 发现 是序列化的内容 不具有可读性 我们不保存退出 用ESC Pure 探号 再进到Python解释器 把这个C5.data文件 读出来 Import Pico模块 建立文件变量 loadfile等于 open 读取 C5.data 以读二进制的形式 打开 用变量 loadgame.data 接收 Pico.load 读取 loadfile 文件变量 关闭 loadfile 文件变量 我们可以在 列表 圆组 和字典 学会了Python的条件语句 和循环语句 知道了Python代码 是用纵相对齐表示段落层次关系的 学会了函数 对象 类 模块 包 还有面相对象的 变成思想 还有面相对象的变成思想 还知道了文件的读写操作 我想 有了这些知识 你应该可以完成简单的Python代码读写了 Python的基本架构已经构成 下节课开始 我们可以进入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模块 一起学习TensorFlow框架了 欢迎关注我们 一起学习交流 如果你认为 课程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组件讨论小组 学习会更有效率